整个下午 在课堂上 我的脑子里 什么都没有听进去 脑子里全是今晚的见面 我知道 秦儿只要能确定 柳月和杨哥在一起 他就不会对柳月有敌意 女人的爱 是宽容而自私的 我希望今晚老三见了柳月 会改变对柳月的看法 当然 我也做好了另一手准备 一旦老三胆敢对柳月打不敬 一旦老三敢对柳月 说出老女人三个字 我立马把老三打爬 柳月已经够苦了 我不能让老三 在柳月的低鞋的伤口上撒烟 放学之后 我给陈静打了个电话 让他今晚不用等我 然后直接去了秦儿宿舍 秦儿正对着镜子 仔细地化妆呢 秦儿 你这是干嘛呢 只是去家里吃饭 又不是我带你去参加网国会 这么精雕洗浊干嘛呀 第一次见市委大领导 还不得好好打扮一下 好给你抓面子呀 秦儿笑呵呵地说的 我明白了 秦儿化妆不是给蓝姐看的 也不是给老三看的 更不是给我看的 她是化妆给柳月看的 她是想要在柳月面前表明 她并不比柳月差 她做我的女人 是最般配的 和秦儿这么多年 她的心思我是知道的 其实你这个年龄 不需要任何化妆 天生丽却最好的 少女一般的青春和青春 多好啊 以前秦儿和我出去 很少化妆的 我不 今天我就要好好打扮一下 秦儿和我僵嘴了 我又不是浓妆艳抹 就是化一个淡妆 我可不想让别人觉得 你的女人拉拉她大 我笑得小妹又再说话 风哥 你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 秦儿穿了一件 白色的羊毛衫 下衫一件碎花布的长裙 脚穿白色的绵线短袜 足底是一双黑色的平底皮鞋 在地上旋转了一圈 看着我 好看 真好看 我由衷地赞扬了 即使以秦儿的年轻 穿什么都好看 秦儿听了很高兴 扑过来 抱着我 脸上荡漾着满足 我就是喜欢听你表扬我 你夸我 我就得意忘形 我伸手捏了捏 秦儿小巧的鼻梁 那我以后会经常夸你的 你可要乖哦 嗯 秦哥哥 我会很乖的 我会好好做你的女人 我只对你乖 秦儿乖巧地 位移在我的胸前 我只做秦哥哥的乖女人 我抚摸着秦儿的头发 秦儿 时间到了 咱们走吧 好的 秦儿和我开门要往外走了 突然又停住 习惯性地仰起了脸 闭上眼睛 秦哥哥 亲亲我 我捏了捏秦儿的脸蛋 有口红 咋亲呢 秦儿不知笑了 啊 我忘记了 那你亲亲秦儿别的地方 我抱住秦儿的身体 低下头 在秦儿的隔头上 轻轻亲了一下 秦儿睁开眼 笑了 拉开门 跨着我的胳膊 一起去拦姐家 到了兰姐家 按门铃 来开门的是老三 围着一个不委屈 好啊 你小子早就到了 还能下厨房了呀 我进门就打圈儿老三 我怕兰姐忙不过来 提前过来了 给兰姐做个下手 老三黑黑笑了一下 像主人一般 招呼和秦儿坐下 兰姐正在厨房忙着呢 你们先坐 我去帮忙去 散了老三 过来 秦儿喊住了老三 伸手解下了老三的围裙 厨房是女人的战场 你和风哥在客厅聊天吧 我去给兰姐帮忙 老三也不在前上 坐下来和我聊天 老三上来就打打咧咧 喂 你那个老 老三刚说到这里 我一瞪眼 举起拳头示威 硬是把老三的后半点花 给堵住了 我说 你那个老 老大姐 怎么还没来啊 老三舌头一打弯 就说了出来 我怎么知道呀 估计快到了吧 啊 你不知道是正常的 我瞪了老三一眼 老三 我可警告你啊 今晚你给我说话 注意一点 要是走了嘴 小心我揍你 老三一下子蹦了起来 哼哼 走了 你小子恐吓我呀 你以为我老三是吓大的呀 你要这么说 我还真不服气了 我非得 正说着呢 门铃响了 老三转身就去开门 嘴里还嘟囔着 你敢恐吓我 越恐吓我越 打开门 柳月站在门口 面带微笑 你好 老三一见柳月 嘴巴刷的就闭上了 身体微微震了一下 我知道 老三是被柳月的气质 和美丽震住了 因为我第一次 到报社记者部 上班的时候 见到柳月的时候 也是这种状况 老三的嘴巴刚闭上 又半张开 却说不出话来 这个小子啊 是猛圈了 你是老三吧 柳月也微笑着说了一句 同时 颜鸟跃过了老三的肩膀 撇向了我 老三仍然是说不出话 只是猛地点着头 怎么 不请我进来坐坐吗 老三通知 这个这个 请进请进 老三突然反应了过来 嘴巴也会说话了 蒙闪身请柳月进来 柳月走进来 老三忙关上了门 跟在柳月身后 眼神直直的 但是我分明看见 老三眼神里的目光 充满了敌事 还有几分警惕和紧张 看见老三这副模样 我憋不住想笑 同时心里 突然有了一股自豪感 毕竟柳月 是我曾经的女人呢 我站起来 柳月冲我点点头 他们呢 我知道柳月指的是 蓝姐和晴儿 我指了指厨房 啊 再忙呢 正说着 晴儿和蓝姐出来了 哎哟 我的小月儿 你可来了呀 就等你了 看来 我这菜要是做不好 你是不到啊 蓝姐冲着柳月就嚷嚷 柳月笑了笑 啊 我刚开完会 这不就赶紧过来了吗 说完话 柳月看着晴儿 晴儿脸上的神情 有些紧张 虽然她之前 见过一次柳月 可那是在黑暗中 这一次可是灯火通明啊 晴儿两手在小父亲 搅在一起 有些羞怯地叫了一声 柳姐好 柳月看着晴儿的眼神 充满了欣慰和友好 主动走过去 拉起晴儿的手说道 小徐月啊 你好 咱们又见面了 哟 这长得可真漂亮 穿得也真好看 这衣服啊 搭配得正合适 边说着 柳月边看着晴儿的衣服 我和老三 还有蓝姐 都目不转睛地 看着他们俩 晴儿脸上的表情放松了 笑着说道 谢谢柳姐夸奖 柳姐长得真好啊 好舒雅 好有气质 好高贵的气质 晴儿说的是实话 晴儿不会恭为人 我哪里比得上你啊 我姥姥 柳月轻笑着 依旧拉着晴儿的手 小许妹妹啊 我一见到你就好喜欢你 真的 晴儿又笑了 很开心 柳姐 我其实 也是蛮喜欢你的 这个时候 我看到老三眼里的警惕 和紧张的目光 在渐渐地消失 但是 仍然有几分敌视 好了 菜都好了 酒也好了 入席 开始喝酒吃饭 蓝姐招呼大家 入座时 我和晴儿坐在一边 柳月和蓝姐坐在一边 老三坐在中间 蓝姐举杯提示 来 我的小月儿回来了 回来当大官了 我这给接风的排队这么久 四十天才轮到我 不容易啊 祝贺小月儿 祝贺柳部长 祝贺大领导咯 好了 张蓝 你就别折腾我了 柳月笑着举杯 我这是混了一圈 没出血 灰溜溜地回来了 何来庆祝之说啊 咱们接着给大家团聚 喝个兄弟姊妹酒吧 来 我敬大家 大家一起举杯喝掉 然后 大家就放开自由喝酒 边喝边聊 柳月的眼神 不时在晴儿的身上扫过去 那里面充满了友善 晴儿有些拘束 有些放不开 身体紧爱着我坐着 柳月主动地端起酒杯 冲着我和晴儿 小江 小许 来 刘姐敬你们俩一杯酒 你们俩真是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的明天和未来 更加美好 我和晴儿也是举起了酒杯 晴儿说道 谢谢刘姐 我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然后 我们三个人都喝了 喝完这杯酒 晴儿逐渐放松了起来 身体作正了 不再紧紧地挨着我 接着 柳月端起了酒杯 看着老三 老三 早就酒闻大名 听张岚经常说起你 说你聪明能干 极具市场经济头脑 极具市场开拓性 有胆识有气魄 四肢下还打拼 不简单呢 来 刘姐敬你一杯酒 老三很明显已经从最初的震慑中恢复过来 看了看兰姐 端起酒杯 口气不鲜不淡地说道 谢谢刘部长 敬酒不敢当 喝个认识酒吧 窝擦 老三不叫刘姐 叫刘部长 这摆明是有情绪 老三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告诉我 他对柳月依然有成见 依然不信任 依然还在把秦儿被伤害这笔账 算到柳月头上 我有些生气 抬起脚悄悄地在桌子底下 向老三踢了过去 哎哟 兰姐叫了一声 谁踢我啊 哎哟我晕了 真是踢错人了 踢到兰姐脚上 我 我不小心伸脚猛了一点 不好意思啊兰姐 我忙说 兰姐也没再说什么 也微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老三斜眼瞪了我一眼 举起酒杯就喝了 柳月微笑着看了我和老三一眼 也举杯喝掉 秦儿不明就里责怪我说的 芬哥 你脚伸那么长干嘛呀 我挠了挠头皮 尴尬地笑了一下 接着 大家继续地喝酒吃菜 我和老三连续干了好几杯 一会儿 秦儿倒了一杯酒 站起来面向柳月 刘姐 我单独地敬你一杯酒 这杯酒三层意思 一是感谢酒 感谢你对芬哥一直以来的 关心爱护 指导和帮助 感谢你对我和芬哥的祝福 二是祝福酒 祝刘姐在新的岗位上 取得更好的成绩 祝福刘姐的生活 开心如意幸福 三是希望酒 今后芬哥在工作上 还属于您指导和管理 希望刘姐能一如既往地 关心支持芬哥的工作 我愣了一下 没想到秦儿能说出这话来 我看到柳月的眼神 也是微微一愣 接着就迅速反应过来 举起酒杯 站起来轻声说道 谢谢小雪啊 谢谢小雪的宽宏大量 过去的事情 对不起啊 我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江峰 过去 我错了 今天你能说出这话 我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我从见你第一眼开始就知道 你是一个好女孩 一个温柔 善良 纯洁的好女孩 不要感谢我 你能不恨我 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即使你应该恨我的 小江悟性很高 工作很出色 今后需要我的地方 我自然会出力的 当然 我今后的工作 也同样需要小江支持的 不 刘姐 我不恨你 说真的 我最初确实是恨过你 可是很快我就不恨你了 我知道 你很不容易 你的心里也是很苦 风格还年轻 我也还年轻 我们坐得不对的地方 您多担待呢 我坐在那里 羊脸看着晴儿 一会儿又看看柳月 心里的滋味很复杂 柳月的眼神 突然有些吵了 微笑了一下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晴儿 好妹妹 谢谢你 真的 说完 柳月举杯就喝 晴儿也喝了 然后坐下 柳月放下酒杯 没有坐 冲大家微笑着点了一下头 对不起啊 我去下洗手间 在柳月说话的时间 我看到柳月的眼睛 预发潮湿了 我知道 柳月是借去卫生间 也是自己呢 在柳月去洗手间的空 我看到老三的眼神在发声 一会儿柳月回来了 蓝姐又提议大家 一起喝一杯酒吧 晴儿个呀 大家在一起不计前嫌 你们都是我张蓝的好朋友 我希望今后呢 你们大家也能做好朋友 柳月恢复了常态 笑着举起杯说道 是啊 这以后 希望咱们都能做好朋友 老三举起了酒杯 蓝姐 和刘姐 你们都说得对 来 大家一起干杯 老三改口叫刘姐了 这让我感到欣慰 那一晚 我仍旧没有对柳月 下任何称呼 老三叫刘姐 是在拉近和柳月的距离 我却不愿意叫 我无法叫出口 我的心里 只有姐和月儿 我不想违背自己的意志 去叫别的 当然 在公共场合 那是另一回事 那一晚 大家都喝了不少 尤其是晴儿和柳月 那一晚 我始终看见 柳月心慰友善的眼神里 不时闪过几分 寂寥和酸楚 那一晚 大家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 度过了 酒足饭饱 蓝姐 溜溜月在她家住 看来两个人 要继续聊天 老三留下来 帮忙打扫战场 我搀扶着 酒醉的晴儿 回到晴儿的宿舍 回到宿舍 晴儿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听凭着我将她的外套脱下 鞋子脱下 躺到床上 盖上被子 好了 喝多了 睡吧 我坐在床檐 拍拍晴儿的脸蛋 我看一会儿 书在谁啊 晴儿听话地 闭上了眼睛 我关了大灯 坐在晴儿的床头 的写字台前 打开台灯 找出一本书 随意地翻开 过了一会儿 晴儿突然说话了 风哥 你今晚没有 对柳叶下任何称呼 原来晴儿这一会儿 虽然一动不动 还是没有睡着啊 我放下书 看着晴儿 怎么 你还没睡着啊 酒精刺激大脑 兴奋了呀 风哥 你今晚为什么 不对柳叶下个称呼 晴儿不理睬我的话 将脑袋缩在被子里 只露出两只大大的眼睛 看着我 固执地又重复了一遍 不想瞎 为什么不想瞎 不为什么 没有原因 没有理由 晴儿沉默了 又闭上了眼睛 我重新拿起了书本 这一次 却看不下内容去了 你们 已经不会再有可能了 你不要再心存幻想了 晴儿突然又冒出来一句 又睁开了眼睛 我知道啊 我没有什么幻想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男人 嗯 我知道啊 我的眼睛依旧看着书本 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谁也不能把你夺走 我知道 他也不能 嗯 他也不会 嗯 不会 你也不会离开我 你说过的 是的 不会啊 我说过的 即使你去 他也不会要你 是的 不会 我又放下书本 抚摸着晴儿的脸庞说的 晴儿 睡吧 不要胡思乱想了 我的人呢 就在你这里 谁也夺不走 谁也不会夺走的 我要安稳地守护着你 睡吧 说这话的时候啊 我知道我的人在晴儿这里 可是我的心在哪里呢 我的心里一阵地酸楚 嗯 你亲亲我 好好亲亲 晴儿说的 我俯身过去 轻轻地稳住了晴儿的脸 好一会儿 晴儿才和我分开 看着我 晴哥哥 我让你搂着我睡 我微笑了一下 这会儿我不困 我想看一会儿书 你先睡 我看着你睡 乖啊 嗯 晴儿乖 那晴儿睡了啊 晴儿周生说的 一会儿 晴儿的呼吸均匀了起来 晴儿这一回啊 是真的睡着了